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抛开这个名字 其实很多知名买 尤其是长城带起来的这股风 大家都在用一个比较异类的名字 但是抛开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车 其实我整体感觉它有点像之前的比亚迪的E5 它也叫做驱逐舰05的这样一个车型 然后包括后面的线条都很像是那个E5 来看一下车尾吧 贯穿式的灯是有的 然后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 它搭载了这个比亚迪非常火热的一个DMI的技术 可以知道的就是这辆车肯定是非常省油了 然后也是能够挂绿牌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能不能够进去看一下 车是锁子的 现在内饰看不了 但是根据我们对比亚迪的一个了解的话 其实这辆车可能就处在10万级的价位 那跟秦这些车型应该是相似的 估计不会太出圈 然后驱逐舰05这个名字 说实话让我觉得挺尴尬的 就是就不能好好的命一个咱们那个比较雅的名字 就是非得弄这个比较奇葩的名字 谢谢大家